回復制度亂走走 哭哭連平 你也是發起 自己孩子 自己救這個優行 很多家庭認為說 現在制度這麼亂 讓大家很辛苦 尤其前訪問之後 更證明說 疼志願要靠分 要還有作文的減分太重 就要隨時給他解決 接到 今天錯 今天來 今天錯 今天來 錯不好 就下台 趴到頭來自北東南 幾百位家庭跟學生 要為總統副頭前出發優行 他認為10年以後到已經遭殃 又不站出來後果是很壞 他們所有的作業 完全不聽人民的聲明 他們就這樣表價出來 反正就是要我們 完全照盤接受 跟媽媽當後到場優行的 但當後是這次下身 他說每逢飯全家的心情都不好 因為已經貼三宅志願 結果卻是沒落處 他嚇到說 媽咪我填了三十個志願 我5A 為什麼沒有一間學校可以念 他心裡就是不舒服 然後就 不知道怎麼說 就特招試試看 有人因為志願 客家是作文 沒有學校可以打 也讓也不會先去國中的小學生 煩惱自己的未來 因為要填那個感覺 我會被扣分 感覺蠻恐怖的 自己的孩子 自己救 自己的孩子 自己救 但是自己的孩子 要怎麼求家庭跟學生領域 最快要檢討的就是志願 順序跟作文的比重 沒有弱點分析 也沒有潛力可循 基本上學校也 也不能夠提供我 很就是 他給我的訊息都是很保守的 所以我們就是能 就等於說 就是等於說 有點像杜博的性質 整個比序還有 整個 整個志願序的扣分問題 就是非常的不公平 家庭最后 在立法院門口 進行公民的行為 也還有一次對政府來發揮 今年第二次 不用市的志願順序 不要扣分 不要再讓孩子受扣 記者是新智民 台北報導